Hello 大家好 我是粤书人杨朱老师 古语有云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是不是所有父母都是无不是的呢 我们认为多数父母都是想小孩好的 但他们的影响不一定是好 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 美国的心理学家苏珊·欧玉德博士所写的 他从事家庭心理治疗创伤的研究指出 其实很多父母的教养方式是会有有毒的 他们包括操控型、淤酒、性虐待、语言虐待 和身体虐待等等这些类型 这些教养方式对我们的小孩 他们长大后就形成了终身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很可能是我们有时候很不开心 或者是面对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 就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说原生家庭的这些影响的发现 不是说我们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父母 而是他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原生家庭的学习 去教我们如何弥补自己的性格缺陷 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 我们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 可以想一些方法来完善的 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像一些汽车连环追尾 如果一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后面所有的车都会撞到烂了 所以也提醒我们为人父母的人 就是说如何去觉察到自己的家庭 和有一些不足 停止这些问题 希望连环追尾这些不幸的事情 就是不会代代相传的